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定要先讲这个空的基础 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生意空的基础是什么 自信法身 自信法身自己本身是无自信 空叫做一个生意空 有为空的话它的基础是有为法 有为法无自信 叫做有为空 无为法自信空就是无为法空 一模一样的都是先讲它的基础 再来基础上讲它的空性 有无出后继的意思是什么呢 没有开始没有最后的 没有开始没有最后的是什么呢 叫做轮回 生死就是代表是轮回 那轮回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的 最后的 简单来讲 轮回无自信空叫做无后继空 那轮回有没有开始 没有 如果轮回有开始的话 从哪里开始 不知道吧 有些地方说轮回无始有终 轮回无始有终的话 无始是确实从哪来的开始 谁也不知道 有终的话 轮回有穷迹的时刻 主要的轮回穷迹的时刻的道理是什么 烦恼有穷迹时刻 烦恼没有穷迹时刻的话 那没办法成立解脱 怎么去解释解脱 所以轮回无始有终 这个说法是 有些大臣就是说 相对个别众生而言的话 轮回是无始有终 相对众生来讲的话 轮回是无始无终的 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轮回无始有终 这样比较好的 因为某些众生 它是轮回有穷迹的时刻的话 其他众生为什么没有 你讲不出道理啊 暂时没有穷迹 但是并不代表是永远不会进步 虽然说我们每个众生都有 具足如来脏 这样的话 每个人将能脱离轮回的机会就存在的 所以轮回是有终的 今天这个节讲的就是说 无从无后继 这个说法一般的 这样子说一说 有些地方名字上不要那么在意了 主要的就是我们了解 它在这当中所提到的内容是什么 由无从后继的意思是什么呢 轮回是从哪里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谁也无法说定 这样的情况下 无从后继 无继就是这样的解释就可以了 故说此生死 这个生死就是代表是轮回的意思 生死轮回 那名无初后继 这种生死轮回 它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说 无从后继 就是没有开始 没有最后 就是一般这样的解释 那这样的话 三有无取来 在三有世界当中 我们就说轮回者 就是虽然来去 但是没有这些有的来去 这个跟我们中华根本后继前面讲的 远离八足戏论的空性 八足空性 不生不灭 不依不依不来不去 那你看这个是不来不去的话 那我们是不来吗 又不去吗 不是这样解释的 它不来不去的意思是说 没有自细有的情况下去 自细成立的我不去又不来 自细成立的三有之中 有任何的自细成立的众生 自细有的众生不来又不去 主要的破除是什么 三有的众生破除了自细有的看法 那如果三有也好 三有的众生也好 就像是一个如梦自细 就像是如梦般的 他们就是远离自信的 它为什么讲如梦般的呢 其实这个是我们易懂的 梦的话我们容易懂 比如说举例来讲 梦里种乐透吧 昨天梦中了十五亿的话 那这是事实吧 不是吧 马上就醒过来 很快就看破了 但是你梦里种五亿的时候 梦是所显现出来的 种五亿是事实吗 你以为是这个是真的 实际上不是远离众五亿嘛 虽然你解释出来 实际上它远离众五亿 一样的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众生想自细有的去 自细有的来 但是实际上远离自细有的来去 就如梦是所认识的这种的一般 那再来 故大论说彼 这个是彼是哪一个呢 就生死轮回了 明为无处境 无从无尽 没有开始没有穷极 极无后继空 那所以呢 简单来讲 无从无尽就是一个轮回 轮回它自己本身自己空 叫做后继空 无后继空 此前非有 至此乃有 一切啥 以前是这些有的 后来就没有 没有这个 比如说如雨 此前非有 一切没有 至此乃有 是未处境 是后见无 是未后境 由先生是无比恶境 故说生是迷冤无境 极比三有 无自信往来 我们加了一个无自信的话 那就没什么毛病 在我们星期当中讲的 无无迷 无无明境 乃至无劳死 亦无劳死境 你看这个十二元起开头讲的说 无无明就是没有无明 没有无明的话 无明行事 爱屈由 神老病死去到那个十二元起 通通都架了一个无无嘛 无明就没有啊 那就全部都颠倒结实了 那所以一模一样的 这上面加了 没有自信有的无明 没有自信有的行业 没有自信有的事 再来没有自信有的爱屈由等等 这样的十二元起都是无自信的 往来有 但是这里讲的 无往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没有自信有的来 没有自信有的去 那往来是什么 无自信的条件下有去有来啊 那像是什么呢 有如梦事 就像是我们梦事一般的 这个道理我刚才前面讲过了 有比善有自信远离 这都是远离自信成立的 那这种的情况下 故般日大论 说彼名为无从后继空 其实这个波日大论 就是大波日经 还是有其他的论理 当中都提到了这个事 无除后继空 就是这个意思 善未有可犯 善就是解善 那如果他有解善的话 他也有可以犯弃的 一开始前面讲 有善的就可以犯弃 就是这个意思 其有可弃舍 这个都是一个犯弃 弃舍 无善未无犯 不能善的话也不能犯 都无可弃舍 这都是无可弃舍的 其比无善法 那无善法是什么呢 菩提心空这一戒 大悲心 这不是我们可犯弃的 那我们可犯弃的是什么 真正的可犯弃的就是烦恼 所知战满 那所以大成道次第 这些都是不可犯弃的 主要的他 依于大波尔经而解释的 那所以都无可弃舍 其比无善法 无善法是什么呢 大成 这个阶段讲的主要的空性的 就是大成 大成是大成道次第的意思 比如说成这个字 有两个角度去解释的 第一个是成是教徒工具 古代的话 大象啊 蛮啊 牛啊 这些都是可以说是一个成 另外一遍就是马路 大马路 大道 大马路大道的话 它也是叫做成 无善法是谁 前面讲的 无善法就是不可以舍弃的 不可以放弃的是什么 大成道次第 有无善系空 它是无善法的话 那无善法是自信有的吗 无自信 无善法也是无自信 有无善系空 有本性而故 这个无善法大成的道次第也好 它本身无自信是它的本性啊 前面没有 后面有 没有这种的 大成本来就是一个无自信 本性而故的意思就是这个 说明无善空 大成无自信就是叫做无善空 原因是什么 大成就是不可放的 放弃的 或是无善的 这种的无善的基础 无自信叫做一个无善空 接下来看一下它的解释 善未有犯及气 所谓的善就是有可以犯 又可以气的 那这样的话 无善未无可舍者 不可以善不可以舍弃者是谁 以彼自体 任于何时都无可弃 其不可以弃舍至大成 我们永远不可以放弃的 永远不可舍弃的是什么 大成 其实我们平常讲大小成 比如说身为成 独觉成 大成 平常我们这么说的 一听到的时候 这个成是什么意思 道次底的意思 比如说身为的道次底 圆觉的道次底 大成的道次底 总成就是成 那只有用一个称 那只有用一个称就可以了 其不可以弃舍至大成 比如无善法 它是一个无善法 有无善自信空至空性 无善法本身是它远离自信有的无善法 所以它本性就是无自信的 说明无善空 以彼空性 其无善法至本性故 这个无善法 大成它自己本身就是无自信 第一个重点就是我跟你们讲 我们永远都是这样去思想的 一切法自信空的道理 我们怎么去想 比如说我们讲说一切法都是空的 一切法自信空的 一切法自信空的主要的道理是什么 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 是缘起故 这个道理千万不要忘记了 不然的话你就是背下来它的名字而已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那你看缘起有深入签索的缘起 真正的缘起是什么 缘起是依赖他法者 光带他法者也好 依赖他法者也好 这个都可以的 那所以缘起仔细地解释的时候 因果缘起 光带缘起 光带体系缘起 就是有几种 但是都是归难为光带缘起 依赖他法者就是可以的 任何的法都是依赖他法者 这个概念是纠正了我们的很多的错误 它我们不断地思维 一切法都是依赖他法者 这种的概念有的话 它自知人类就有点知道 自信有的这个看法是有点不对的 自信成立 定时成立 这种的一个看法 我们也都是无自信的 他出来没有拥有过有自信的状态 本来就是他无自信的 他叫做一个本性 自己本性就是一个无自信 那本性就有无自信的时候 那可以远离自信有的瓶子 远离自信有的 那你加任何东西都不存在 所以一切法都是远离它是合理的 我自己是远离自己是不对的 我自己是远离自信有的我是对的 这个概念是一定要有 有远离自信有的 由远得法性 多非诸生为 多觉与菩萨 如乃志所作 故有为等性 说明为本性 彼有彼性空 视为本性空 本性空就是本来的自己本性空 那本性空就是什么呢 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本性空的 一切法都是本来是无自性 任何的法都是本来就是无自性的 那一切法本来就是远离自性 这样的话本来就是无自性 有为等法性 无常法等就是一切的法 法性就是它的空性 一切法的空性 那一切法无自性空 无自性知空是非诸身为独觉 菩萨如来知所作 这个是有一点不对 所作是不对 无造作比较好的 你看一切法是不是无自性的 一切法无自性是本来就是无自性的 永远都是无自性的 那一切法无自性的本部分就是身为造的吗 独觉造出来的吗 菩萨造出来的吗 菩萨如来造出来的吗 所以没有任何的开创者 没有任何的作者 所以它本来就是一切法无自性 这个叫不来 那所以这个就是如来知所造 这样怎么叫好色 故有为法等性 因此之故呢 有为法的性 就是无常法等等的这样的一切法的性 本质 它的本质体性 无自性空 说明为本性 这个叫做一个它的本性啊 彼有彼细空 那一切万法 无自性的本性也是远离 自性有的自己 视为本性空 有为法的知法性 说明为本性 以彼有为等知法性 都非身为独觉 菩萨如来所造 本来如是安住故 本来就是不是自性有的安住 就是无自性安住 完全不是自性有的安住 故 因此之故呢 即比本性 有本性自性空 视为本性空 我们下座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慈悲至业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启任世尊师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加益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害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303025场 布施蚂蚁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共12311次 佛教慈悲智业 曼书势力中心启用法会 日期国立3月10日 星期五 农历2月19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观音菩萨修持仪轨 恭请诺诺革席主法 10点半 恭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即佛钱大供 离请慧姓法师领众 11点到12点 蔬食便当结缘 响应蔬食环保 现场提供100份蔬食餐盒结缘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 康宁路3段99下10楼2号1楼 电话0226310619 02263106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共募福恩 慈悲之夜高雄分会中山书坊 举办传授八观斋戒 祭念佛共修 恭请湛江法师 赞同法师领诵修持 日期 3月19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高雄分会中山书坊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厄路 472号7楼 洽询电话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与共修 尽请佩戴口罩 访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宗山书坊 杀生吃肉 家庭适合 张小姐小时候住在农村 她的家庭原本非常和睦 安乐 爸爸妈妈 你们看 小兔子会吃我喂给他们的青菜耶 是啊 后来 张小姐一家准备搬到都市 谢谢你 真不好意思 拿了你这么多东西 不用客气 我们马上就要搬去都市了 这些东西也没办法一起带走 你不嫌弃的话就拿去用吧 妈妈 我们要搬家吗 是啊 后天我们就要搬去都市住了 妈妈 那我们可以带着小白兔一起去吗 你们到了都市 哪有地方养小白兔啊 是啊 新家没有空间可以养他们 那他们怎么办呢 等晚上你爸爸回来 把这两只兔子沙勒猪给你吃好不好 啊 什么 把他们吃掉 女儿 怎么了 伤心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要知道去都市住 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养他们 我知道 我只是觉得他们太可怜了 女儿 兔子肉很香的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他们应该被做成菜来吃 嗯 好吃 女儿 你多吃点 然而 就在张小姐全家吃掉那两只兔子搬到都市后 她的父母就经常吵架 终日不得安宁 这太不像话了 你怎么能这么做 事前也不和我商量一下 你眼里还有我吗 你就是一个泼妇 我和你有得商量吗 好啊 你竟敢说我是泼妇 摔东西 你就知道摔东西 你不是泼妇是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自从搬到了都市 爸爸和妈妈整天吵架 这是为什么 想要家庭和睦 健康长寿 一定要远离杀生 长大学父之后的张小姐 终于明白了爸妈失和的原因 是因为杀死了那两只兔子 而遭到了果报 家庭失和 是因为杀生所致啊 张小姐在众人的重复下 踏上了红毯的另一端 结婚之后 她和丈夫相亲相爱 从来都没有吵过架 有一天 张小姐的先生 买了一碗乌龟汤回架 老公 这是什么 老婆 我们公司对面 新开了一家餐厅 我买了那家店 最好喝的汤 你快过来尝尝看 是吗 那是什么汤啊 乌龟汤 对身体很补的 啊 乌龟汤好喝吗 嗯 味道鲜甜 不信你喝喝看 嗯 味道真的不错 哈哈 我说的没错吧 从那以后 这对原本相亲相爱的夫妇 便经常吵架 你给我滚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你给我滚 快滚 你真是太不可理喻了 这对夫妇的吵架声 让长期学活的邻居 王师姐听到了 谁啊 是我 王师姐 张小姐啊 你们夫妻俩感情不是一直很好吗 结婚到现在都没吵过架 怎么最近会这样 王师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我们两个特别容易发脾气 经常会为了一些小事吵架 我想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了 你们最近可曾杀生过 我想一下 没有啊 那就怪了 莫非你们最近吃过什么动物 这和我吵架有关系吗 当然了 要知道杀生吃肉 是要遭到果报的 然而家庭失和 夫妻吵架 就是果报的一种 哎呀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自从那天 我和丈夫喝了乌龟汤之后 就经常吵架 难道是因为我们喝了乌龟汤 而遭到了果报 一定是这样的 太上感应片里告诫过我们 不可杀龟打蛇 你们喝了乌龟汤 自然是要遭到果报呀 原来是这样 王师姐 听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过去我爸妈一向很恩爱 可是有一次 爸爸把家里养的兔子杀掉 煮给全家人吃 从那之后 我家就再无宁日 爸妈整天吵架 这应该是杀生而遭受的果报吧 是的 这就是杀生所致啊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看你跟我一起学佛吃素吧 这样会好些的 嗯 于是张小姐夫妻二人 便开始接触佛法 断肉吃素 并且时常诵读地藏经 为那些曾经被自己吃掉的动物超度 自从张小姐和先生学佛吃素后 他们两人再也没有吵架 又恢复了昔日的恩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